大家还记得吗 越南军队在解放军的指导下 是如何对付美军的 他们手握AK-47 勇猛前冲 阵地上的美军瞬间成片倒下 真是神勇无比 所向披靡 对付重武器更是一招毙命 一枚无后作火箭弹呼啸而出 瞬间就让一台战争机器变成废体 如今想用这招来对付游击战的祖师爷 却被打得满地涨牙 那么解放军又是采用怎样巅峰的战术 铲平这帮藏在山洞之中的耗子呢 此战打得又有多艰难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高屏战场上看看 解放军是如何破解老美花了二十几年都无法战胜的游击战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在解放军铺天盖地的泡沫下 仅用了七个小时就拿下了高屏城 虽然战术上取得了胜利 却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1.5万人的346主力师却突然从人间蒸发 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固守战术 弃城入林 企图与解放军环游激战 要知道 这种打法曾经就让老美吃不了兜着走 尽管美军使出了先进的战绩 大口径的火炮 以及高爆燃烧弹 都没能逃出被吊打的命运 面对越军化军卫民 化整为林的游击战 我军指战员迅速和指挥部其他首长 研究起新的应对之法 当我们的通讯人员成功破译了敌人的电文后 十年七十三岁的许室友将军 胸有成竹的下令 全城清脚 然而高屏地处高海拔低纬度地区 不仅山高林密且面积广阔 原本七个师的兵力 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 于是军部决定将预备队的五个师 全国投入清脚行动 总兵力达到了十一个师 十五万元 面对解放军这么强大的实力 怎么看都只有一种结局 越军必败 真的想象不出 一个弹丸小国为何要挑起这场战争 简直是自讨苦吃 但这种清脚行动考验的是部队的素质 尤其是单兵的作战有配合能力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 解放军就是打游击战起家的 可以说打游击战从来就没怕过谁 在这里更不会输给学生 一场声势浩大的找耗子大战正式开始 越军曾以丛林游击战赶跑了 法国人和美国人 这次可没这么幸运了 各部队到达目标区域后 快速组建起精干的小分队 以排班为单位分片包干 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网住了整个高屏 其实这一战 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寻找越军 只要发现目标 清楚他们就是几发炮弹的事 在清理过程中解放军还发明了一种打法 先用火箭筒对其远程爆破后 再以高射机枪对洞里进行火力清扫 让藏在山洞里的耗子就是躲过了火箭筒 也难逃机枪的扫射 做到发现一处 摧毁一处 只要一兵上就穷追猛打 直到将其彻底消灭 这套有条不稳 节奏有序的打法 让山洞里的耗子们见识了 什么叫真正的游击战 更让万里之外的老美惊呼 原来游击战还可以这样打 通过多次的来回梳理后 这一区域的阅军才真正的消失 反观整个高屏战役 穿插和攻坚阶段只用了八天 而清角作战反而用了二十天 可见清角作战有多艰难 其实个人认为 大可为而不当 解放军本无意占领 等突破梁山 拿下河内后 藏在山洞里的几只耗子 根本就不足为犯 高屏之战结束后 就为进攻亮山铺平了道 那么这场堪称战争角落机的 亮山战役又有多惨烈 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日军狂轰四十五天 都没能拿下的鬼臀炮台 又有多坚固呢 请看下集 同灯战役之鬼臀炮台 一